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鱼娃尼 欢迎你收看我的视频 今天又来跟大家分享这种谈秘性的景点 就是在我身后 这个是很多朋友非常感兴趣的位置 现在带大家看一看吧 好破旧的城堡 温泉雨宫 这个音唱在山间俗冲中的一个 类似城堡的建筑 好破败的样子 温泉雨宫 这个是位于机关室的 一个旧建筑 这个建筑风格 给人感觉是修了很多年了 这个装饰都看得出来 温泉雨宫是位于南岸的机关室 好破败的样子 这里还有一口棕 但是这个棕没有用了 这个就是 这个 类似城堡的建筑的后面 非常的破旧 大家都说这里适合拍归片 给人感觉有意思 特别是晚上的话 给人感觉有意思 空谱 这种 这里面是这个样子 这个背面还有这么大一排建筑 这个地理位置还是非常的好 这个城堡的阳台 都是用的这种 以前的 偶式的装饰风格 现在很少见这种了 外面对出的就是长江了 外面对出的 就从这个 温泉雨宫 这个后面阳台这样 就可以看到这个 后面这一排的建筑 全宝 可以想象当年的 幻化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这个温泉雨吧 值得来看一看 特别喜欢 宣丽或者京县吃鸡的朋友 可以来这儿逛一逛 这是这个温泉雨吧 也是位于重庆南岸区的那个机关市